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在争吵过后 你拒绝和我复盘 就是我提到复盘 这个是主要是因为我希望 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去正视它 去解决它 而不是选择去回避它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这些问题 在不远的将来 还会再次爆发 会再次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些问题 可以解决在萌芽阶段 这样更利于我们感情的发展 李嘉欣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想问 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 然后刚吵完就是正在气头上 然后你就喜欢去复盘 就比如说我的话 我就觉得我刚跟你吵完架 我不愿意跟你多说话 这样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一般不会在当时 就立刻和你复盘 我觉得会过一段冷静期 等双方的情绪都平稳下来之后 我们再为这个事情去进行一个复盘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你不想说话的会持续多久 可能到半个月 半个月 我们都哄你和复盘这件事情是分开的 我可以先哄 然后我们再复盘 然后哄好了之后再复盘 一复盘它火又上来了 又需要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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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雪碑 男嘉宾就是我有一个比较好奇 就是你觉得复盘和翻旧账有什么区别 复盘是解决当下的问题 翻旧账是解决以前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可是你说的是吵架后 就是这个架已经吵完了 当下问题解决完了又倒回来说 我觉得跟翻旧账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我去复盘的原因是希望我们的感情能够继续走下去 而不是去纠结谁对谁错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翻旧账的 它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可能是去指责某一方犯了某些错误 但我不会这样做 我觉得更多是去解决问题 其实翻旧账是更情绪向的 复盘是理性向的 复盘本身是个围棋的名词 但是我给男生一个建议就是 有的女生是适合跟你共同复盘 有的是你默默复盘 你不要当他面赴 这个关键 因为对于很多女生来讲 有的问题解决是最重要的 但对于很多另外一类型女生来讲 遗忘是最重要的 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复盘有一个核心的点 就是什么是成功的复盘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带着对错论来复盘的话 那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争吵第二遍 对 就是争吵 如果就是说大家都放弃对和错 如果大家只是说是能够平等的 好好的交流 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复盘 谢谢大家